NJR Baby先前因到巴黎观看Lisa演出的风马秀 疑似遭到软风沙 原因事业受到影响 竟然传出众多代言品牌 陆续向NJR Baby索赔的消息 但据悉她不想支付违约金 于是使用拖延战术 希望争议落幕后 还能保留手上的支援 不过NJR Baby在海外的市场并没有受到影响 日前她说要担任最新一期 新加坡版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 还被杂志形容为中国版金卡带衫 有网友表示明星穿的精品 通常会以咖位做决定 还需要经过层层审核 但NJR Baby即便遭到软风沙 还能穿上一线精品登上杂志 代表其实众多品牌并不介意 或目前仍持观望态度 部分网友认为NJR Baby或许是想模仿 反便明先前遭到风沙后 选择海外付出的路线 然而她的演技一直遭到诟病 也没什么代表作 因此若想复制相同的方法 恐怕不太乐观啊